打工、生意、事业的区别 打工是一个人为别人做点事情 生意是一个人做点事情 事业是一群人干一件医生都干不完的事情 打工是很多人为个别人赚大钱 生意是一个人赚钱 事业是一群人共同实现一个伟大梦想的同时 顺便赚点用不完的钱 打工只会赚一种钱 维持生存的工资 生意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狼多又少 事业是赚不赚都在做 赚钱赔钱的时候一样积累财富 打工是一天一天等工资 生意是一天天看收入 事业是一天一天创造价值 打工是用时间换钱 生意是用时间和健康换钱 事业是用较短的时间天理资产 由资产带来持续不断的收入和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打工只需要一技之长 生意需要经营方法和经验 事业需要提高人的心境和眼界 打工是退休以后什么都没了 因为收入、健康、名誉都缩水到了极点 生意是退休以后开始用钱买命 要用钱买回之前透支的健康 生意是退休以后更有经验和价值 因为它们传承了创业思维和经验 穷人与富人的差别不只是钱 还在于思维 我们一生中拥有许多选择人生的机会 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头脑中 是否形成了正确的思路 并决心为之付出努力 从现在开始改变思维 就能转变你的人生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来哦 感谢观看